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今年U18亚青赛夺冠 再度让世界看见台湾基层棒球的实力 国内基层棒球表现亮眼 然而一路打到高中毕业 之后大学的这段时间就成了选手们 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终止开放高中选秀 每位球员都希望在毕业后获得球团指名 但真正能展露头角的选手仅有少部分 对于教育者来说 每位孩子的未来都很重要 选手该如何做足准备提前规划 也是当前基层教练不断在思考的课题 其实我日本他们在基层棒球的时候 其实学科业他们是非常重视 他们是很多都是读气管 商管或者是一些外科系的 不像我们台湾全部都是念曲系 对这些教基层的学生 他们的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跟思想方面 还有心理层面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过了18岁以后 在进入城邦的时候 他们比较会去规划自己的生涯 来规划 大学的学制上又相对比较自由 跟高中以下不一样 另外是人的掌握 还有你选择的路线 会有太多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里面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而导致选手在这个成长当中 从这个阶段就产生了太多的不确定 另外或许我们可以媒合职业棒球队 来跟这个大学有一个连结 所以在大学不一定直接就要去选择 你要到职业棒球 或者是你要进入大学 不要这么绝对的分野 不同于青少棒的集体训练生活 大学的学习更看重个人的自律性 尤其是大学学历 是当前进入职场前的就业门槛 但不论最后是否进入职棒 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也能将选手长年累积的专业 持续在基层扩大成为一股力量 给这些退役的球员有机会以外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在我们以这个原乡花东来讲 其实我们有很多 这是一个 东部是一个很好的棒球选手的摇篮 但是这个摇篮缺乏保姆 那我们就是光有这些好的 这个好条件的小选手们 可是我们没有专业的教练 因为经费不足就请不起 经费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少子化的关系 陈寅长年关注基层棒球 推动相关计划政策 从2013年开始 圆明会推动原住民族棒球补助计划 帮助球队聘请教练 从一开始抢破头的16位教练名额 经费只有1640万元 经过争取后开始年年增长 到了2021年 改由体育署衔接 补助范围 更扩大到累球项目 教练名额跟经费也跟着翻倍 到了2024年 教练名额已经来到了135位 经费突破1亿元 而此计划也从原本基金的弹性之印 转为公务预算 成为政府既定政策 不仅保障原住民教练工作 打破大学学历门槛 才分级方式 并建立明确升等机制 在薪资上 也随着军工教调刑4% 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从原本原民会主导计划时期 教练薪资为2.9万元 至3.8万元 到目前薪资已调整为3.4万 至5.7万元 同时因应稍者化 及都会区原住民学生数较少 修改并降低原住民学生数门槛 棒球队只要有7位原住民族选手 就能提出教练申请 小选手们可以凭借棒球表现 获得升学保障 加上政策辅助下 近年来全国各校基层棒球队伍 如雨后春笋般增加 让各地棒球人才被除 近日中职兄弟向球星周思琪引退 回归到基层 再掀起了一波职棒热潮 而棒球作为台湾的国球 随着都会区原住民人口增加 棒球运动也跟着都会区的发展 从团队竞技运动 演进到社区棒球 甚至还出现一对一的教练 有一次周思琪来找我 然后就讲到说 其实他们职棒很多退役 一样职棒退役的这些球员 这个是他们退役之后 也是需要第二春 就想说要来推动这些退役的球员的一个 人力资料库的建制 那来做这个媒合的平台 所以他后来来2022年的时候来找我 那我们就来开始协助 帮忙把这个平台建制起来 也帮忙找了经费 所以现在也有这样一个平台 大家也可以运用 回应基层民意的需求 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与争取 建立职棒退役人才媒合平台 也延续了退役酬员的职业生涯 群手们不论是否在职棒场上 都能凭借着这股棒球精神 持续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一棒接着一棒 生根茁壮 发光发热 原事新闻 亚王玛亚一顾 布拉路亚台北市立法院采访报道